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術 賺錢真快速 大盤今天有反彈 但是是亮說 所以大盤這個反彈 涨17點 到底是涨真的 還是涨假的 我想你看我測標所寫的 3D列印跟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 我們是壓三洋反 今天有過高點 3D列印除了充胎之外的這一檔 目前還是一樣 蓋起來保留 什麼時候要揭開 等它創新高的時候 我就揭開你看 到底是哪一檔 好這是股票的部分 我們先交代 在期貨 在指數的部分 重點我們要去分清楚 反彈是真的 還是假的 在昨天的節目上 這是一根灌破前面低點的 一根大黑K棒 好 我在傳真稿 我給惠人的訊息是什麼 明天會急拉又急殺 K線我認為會是什麼 長引線 而這個量能的增加會決定 斬跌幅度的多少 那今天的量多少 量是縮的 所以斬的幅度就不大 K線是什麼 長上引線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所以今天的盤中 急拉又急殺 完全命中 我想你現在聽我這樣講 你一定會懷疑說 老師啊 你都是你自己在講的 證據在哪裡 我拿出來給你看 你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給惠人的 後續 早上 一滴通解盤 美股如預期出手撐盤 以維持線型 為什麼寫這句話 因為在昨天的傳承稿 我告訴惠人 你看到美股下殺之後 我認為他們會出手撐盤 為什麼 因為這兩根線夜空雙芯 如果不撐就下去了 所以他因為拉 好 拉了 那又怎麼樣 重點在於台股我們的看法是什麼 透過美股的預測 讓你的操作有所依循 為什麼美股要看 因為美股他決定到你昨天 你到底收穫之前 到底要不要留餐 我們在昨天 我們是什麼 空單都回補了 空手 所以看到美國漲了109點 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重新再依規劃 重新進產 那我的進產 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認為台股會在急拉中 意見急殺 或許今天的拉的幅度沒有很大 殺的幅度也沒有很大 但是這一段跟這一段中間 就創造出一個空頂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今天是流產引線 好 流產引線 那因為今天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沒有下殺 下殺力量不重 所以下殺取決於政府進場互盤的態度 重點是我的看法是什麼 採取放空避險 沒有任何的模擬兩可 為什麼要放空避險 因為我認為今天會急拉 在急拉的過程裡面 我要找空點 因為我知道會擊殺 合理吧 K線帶引線 所以從K線的一個預判裡面 我認為要做放空 高點我當時預估多少 8135 每股展109點 我先抓高點 預估在8135要放空 好 這是我的規劃 你看到什麼事情 我們用K線去推算明天的K線怎麼收 把我的規劃再擬定出我的策略 把點位都算出來了 你的操作就很輕鬆 所以你說操作 贏家跟輸在哪裡 為什麼在期貨市場裡面 只有5%的人是贏錢的 95%的人都是賠錢的 因為那95%的人 大多數人都是用軟體指標 都用軟體指標 因為你用東西都跟別人一樣 當然是賠錢嘛 因為期貨市場裡面 它是零和遊戲 這一口蛋下去了 就一定會有個交易相對的人 不知道是誰 但是就像是一樣啊 今天我賺錢 就表示你一定賠錢 我們今天賺的錢 就表示今天有人在市場上 賠了這筆錢 那到底是誰賠的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能夠頒的是什麼 你願意相信我們 我們帶你在這個競技場上面 去贏別人的錢 它很殘酷 但是它又是事實 很現實 因為你期貨要贏錢 就必須要有人輸錢吧 那如果你說你都贏錢 那奇怪 那得也誰輸錢 所以大多數人都是輸錢的啊 百分之九十五 只有那五判人的贏錢 為什麼 因為它用不同的方法 或許你可以用別的方法去做 沒有關係 反正都可以 只要你能夠賺錢 反正我們都祝福你 你也不一定要參加 那如果你今天做期貨 你是做得很不順 很緊張 盯這個盤式 盯到細胞都死了 或是盯到哇 這個精神都衰弱了 不需要 很簡單 抗訊 都算出來之後 來我們的動作是這樣子 我先交代昨天的 因為昨天的情況是 開盤的建議 動作的方向是 放空避險 我們在昨天是先掛8192空 後來沒到 改掛8145空 8107空 然後在收盤快到1點的時候 我們說什麼 如果你有做到 如果你就把它補起來 因為目前在8070附近 因為已經到1點了 因為我的規劃是什麼 在昨天講到什麼 1點到11點到1點的賣壓最重 所以利用1點的時候 把它回補起來 那個時候可能在8070附近 反正不管 重點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昨天是保持空手 保持空手 今天才能夠找機會放空 那今天我們空多少 空8100 因為當時我發的訊息的時候 那時候在急啊 所以可能有些人是 空到8100以上 那所以我們說一下 該在多少 8108 好 那你問老師啊 8108 最高點是8110 怎麼那麼準 其實重點我不是在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多凹你那8點 不是 重點是為什麼 看清楚了喔 因為我們的操作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 先設停損點 我停損風險 做到36點 所以我當時空8100 空下去的時候 剛好急啦 我要讓會員統一步調 所以我去算 當時在8108附近成交 所以才能夠往後推 36點多少 8144是停損點 懂嗎 這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不是去多凹你8點 你看我們空在最高點 這不是我的目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市場在急拉的時候 我們空到最高點 Hockey啦 好 打下來之後 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能夠空8100 為什麼 為什麼 答案在哪裡 看清楚了喔 這是我在昨天 節目上所講的對不對 好 這邊有四個關鍵數字 我們把它公佈答案 把它公佈答案來看這邊 8135 8100 8056 8021 好 我們把它抄起來 8135 是完全一樣對不對 8100 8056 8021 沒錯吧 來我們再對一下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這是會員所收到的重申稿 跟我節目上所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不可能騙你 也不需要騙你 我們有這個功夫 有這個功夫 何必用騙人呢 沒有材料 才需要這種造假 我們不需要 而且我們也不屑 對就對 錯就錯 我每天每天講 你也每天每天看 你如果每天每天都在那邊觀看而已的話 錢是人家在賺 你也不用高興 相信的人 8135 8100 看到沒 8100 相信的人 你說體驗 馬上見真章了啊 投資票 8100看到沒 8100空 成就在8108 市場最高點是8110 馬上立即體驗 所以說行動行動 你如果不拿出行動 沒有人能夠搬你 我最近跟你講過了 為什麼能夠算 因為K線 你要懂 過去很多人學到K線 但你所學的K線 你如果無法達到預測 表示你有進步的空間 你要不要進步 那是取決於你 那取決於你 那我們怎麼做的 來投資票 你問我說老薩 你怎麼知道會流散影線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知道啊 從能感為證 盤中出現急拉又急殺 K線流散影線 好對過來 是散影線 沒錯吧 那為什麼是散影線 很清楚啊 你看到什麼 這個長度 影線有26點 實體半有9點 所以是1比3的情況 纏上影線 沒錯吧 好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 重點是我怎麼推出來的 我這樣推的 因為從K線的研判來看 今天收盤壓低在十字星 8100以下 有兩個訊息 什麼意思 主連收8099 低於這個8100 就是這個 從這邊可以推出來 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這不是雙陰夾陽的單純 就是不是很單純的雙陰夾陽 而是什麼 變形的下降商法 那什麼叫做變形的下降商法 這個你要去學 這個我們沒有時間去教你的東西 自己去學 還有 比照前跟長黑的異同 哪一根就這一根 從這一根線 去跟這根線做對比 因為當時的這個情況是什麼 長黑之前外資 外資沒有賣 當天是買 當天下殺的時候是賣的 而再跟著長黑的前一天 外資已經開始反手做賣了 所以它的重點是什麼 外資先賣再長黑 不同以往 所以視為有效灌破 也就是說為什麼今天會開高 往上拉 再往下殺 從這麼一個單純的邏輯 你看到什麼事情 K線 它是能夠去推算的 好 同志朋友 那我必須先跟你講個東西 先跟你講個東西 你說老師啊 這一段轉折裡面 你為什麼都能夠抓得出來 因為今天我可以講說我放空 你如果昨天沒有看我節目 你會怎麼想 說老師啊 你不是做多嗎 怎麼看到敵之後又說做空了 來 我必須先跟你做個交代 在之前 在之前 因為我們不是死空 也不是歐北看 不是見斬空 不爽空 不是 我們是有策略的空 當時的雙十決戰是這樣子 當時是 十月十號 十月十號我說什麼 我說啊 旗鼓全放空 豬陽變色 是下來了 跌了三百七十二點之後 我給你規劃什麼 反彈五天再往下殺 反彈五天之後再往下殺 有沒有就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看到沒 好 接下來 隔天 小十字 我說什麼 會急拉一波 會急拉一波 怎麼拉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之後 到第五天 第五天之後是反彈達正 達正之後規劃新布局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反轉 開始放空 開始放空 對吧 那從這根線 我怎麼去推出 這根線 我怎麼推的 看清楚了 投資朋友 在K線的部分裡面 你要學會八項九變七十二型 你有這本保典的 你把它拿出來 我現在教你在哪裡 在K線的九變裡面的 第五十三頁 第五十三頁 拇指 K線九變裡面的拇指 什麼意思 在長黑半之後 隔天是開小高 但是整個高點 沒有突破前一根K半的高點 內運在黑K半的實體半裡面 叫做所謂的拇指 所以K線K線 當你抓出K線的規律的時候 不管任何的變化 它全部都在八項九變 七十二型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出來了 投資朋友 那再來呢 所有跟你講過的東西 它都有它的規律 你要學的是什麼 學習的是一種 它會讓你賺錢的東西 我知道在目前市場上 很多人認為說 老師啊 我用指標就好了啊 為什麼會跟你講說 讓輸家成稅 是獲利的硬道理 大多數的輸家 他最大特色是 他認為他不是輸家 他認為他是贏家 過度自負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讓你輸 我們才有可能贏 那我們必須把一些 就是市場上一些 事事而非的道理 我不去澄清 讓我讓你 不知不覺 你就以為說 我這是真理 例如像什麼一樣 例如說 順勢操作對不對 順勢操作對不對 大多數人會跟我們說 對啊 順勢操作對啊 好 那順勢操作如果對的話 那麼一般人會為了說 我預防人性的滿點 有情緒化 我用指標 指標是紀律性的東西 可是你發現說 奇怪 我用了指標之後 為什麼每次在買性的時候 一買反而跌 一賣一空反而漲 為什麼 因為你的前提是 趨勢 你必須要連續漲 或是連續跌 對吧 它如果是一個 連續漲的趨勢裡面 那你可能會對的 可是它如果是一個 高點轉折 或是一個低點轉折 你通常是買在 最高點賣在最低點 這沒有人會跟你講 那所以你要學習的是 我怎麼樣在 轉折點出現之前 先知道 在低轉折之前 出現的時候 我先知道 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透過碎型 K線可以知道 我們已經破解了 但是目前很多 反經都告訴你說 K線無法預測 那如果K線無法預測 你剛前面聽到我 講了那麼多 你要怎麼算的 它算得出來啊 而且我可以拿出證據來給你看 我花了10分鐘 跟你講這些東西 後面不知道花了多少精神 在那邊算這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所以說讓輸家沉睡 還是獲利的硬道理 我們不希望說 有太多人知道我們的秘密 可是我們要讓有緣人知道我們的秘密 因為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才能夠邁向贏家的行列 所以投資朋友 K線的預測力量 它比你想像中的驚人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認為說 K線無法預測 好你無法預測 那你就去無法預測好了 因為龜兔賽跑裡面 龜兔賽跑裡面 為什麼兔子會輸 因為兔子愛睡覺 有沒有 兔子他以為他很低下 結果跑來幫忙睡覺了 我們像烏龜一樣 每天每天在市場上 搬我們的錢 每天每天搬 說我們贏家不著急 讓輸家沉睡 才是獲利的硬道理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K線覺醒 把你的醒悟給覺醒起來 投資朋友 沒有很難 為什麼會這樣說 為什麼 這是我11月20號的傳承稿 寫到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 逛破季限 但重點是扣底值 將在三天開始大幅拉升 所以會有什麼 把人會開始光望 對吧 扣底值先跟你說出來 什麼時候講的 11月20號 那你說奇怪 為什麼昨天會擊殺 為什麼 19號跟你講 你跟你講過 反轉訊號是量價奇陽 而且前一天 當時的19號 你看到什麼 純陽線 不可輕忽 因為兩天後 反壓就增加 所以純陽線 兩天之後反壓增加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這一天 跌勢這麼兇 為什麼 18號跟你講過 導三陰的向上階梯 是恐怖的崩盤訊號 何謂導三陰的向上階梯 你了解了 那麼你要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K線他會講話 重點是你聽不懂而已啊 那你說老師啊 那為什麼 彈這五天之後 我們就要反空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量價奇陽 是反轉之先兆 看到沒 量價奇陽 反轉之先兆 有沒有 等到量都出來的時候 最大量就這一天 對過就這一天 最高點 所以他一定有 他的一個方法 他一定有 他的一個方法 投資朋友 贏家全拿 進化方程式是什麼 加減乘除 增加你事前的 預測機率 如果你事前的勝率 越高 增加你的勝算 減少什麼 減少你的交易成本 這是你的門檻 集中你的火力 讓你的績效 倍數的成長 還有投入的資本 時間盡量縮短 叫做加減乘除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要贏錢 你必須事前先有預測 用K線的方法去預測 增加你的準度 加減什麼 減少你不必要的成本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 僅此一天 減少你的成本 把你的資金做集中 在短時間之內 加快你賺錢的速度 所以今天我們 佔了一個大理 僅此一天 好好把握一下 想了解水平開線的 有任何的興趣 或是要諮詢的 電話廣告的時候 好好把握 我們待會再回來 臺北灣江南大宅 2805-9898 狂嚇 全東投庫 翁分析師 三養坊 橫撈13根掌停 再兩根掌停 單股所單 端期體驗 來電力提升等 名額有限 速下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東投庫 這項已推述 用數以權力 便器 審視 觀形 渡時 翁老師獨創 碎形坑線預測學 融合西方財務工程的 碎形幾何 及東方百年祕傳的 黑一線戰法 讓您提前預測明天 善用轉折 看準一日行情 受入行進 看準三日行情 副獎天下 02-2752-5868 全東投庫 值得托付 狂賀 全東投庫 翁分析師 三養坊 橫撈13根掌停 再兩根掌停 單股所單 端期體驗 來電力提升等 名額有限 速下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頭痛 請用 御芬豬 別說不可能 過馬路就有威秀影城 按個電梯 下樓就是明電街 在海洋中心 別說不可能 2625-8880 吹起聽 先用起聽 明天怎麼看 禮拜一怎麼看 你吵起來一樣 四個數字 這四個數字裡面 我希望能夠讓你賺錢 而且你一定要把握 這種機會 因為機會難得 我把它寫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要讓你知道 這不可能有任何的造假 而且是鐵證如山 人家可以透過這方法賺錢 而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不要糟蹋機會 我想你看我陳巴所寫的 讓輸家沉稅 是獲利的硬道理 因為在期貨市場裡面 不是你輸 就是我贏 結果在期貨市場裡面 你必須要讓那些人 自以為是的人 用他們舊的方法 然後一直不能在輸錢 而且他們都自己都不知道 而你要跳脫 這個輸家的宿命 用稅行K線 我想K線已經覺醒 就你要用別人所不知道的方法 去贏市場戰的錢 你才有可能成為那5%的贏家 所以投資朋友 在一段時間裡面 你看到 三段轉折 三段轉折 總共707點 你看到什麼事 之前給你講過 豬洋變色 豬洋變色 毛起來空 當時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投資朋友看清楚了 當時反彈空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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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放空 中間沒有任何的 做多 沒有 一路空 一路空到市場說 哇 連半年線都破了 半年線都破的時候 的這個地方 我們做什麼動作 我們做翻的動作 因為我們已經空到 飽了嘛 翻 半豬吃老虎 搶多比速度 這5天裡面 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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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出掉之後 反彈達正 反手放空 就是你看到的這一段 所以如果問我 老實啊 為什麼你的操作 都沒有停損 因為我轉折抓對 我怎麼會有停損 懂嗎 當你方向抓對的時候 它是賺多賺少而已 你能夠讓你的風險降低 那麼你才是市場的贏家 我想K線 它是一門功夫 你想學的 或是想了解的 那麼今天我們有一個 僅此一天站在大理 好好把握今天的機會 功夫學到了 是跟上你一輩子 利用廣告的時候 好好把握一下 我們明天見 cha 99 你能說 你能簡歪新生活 別買步行演打進 每周一天不開車 雪柵用車去減炭 冷氣空溫 不外泄 自備跃快 respir 大雨淡 多吃蔬食少吃肉 集用資源顧地球 兼能省水更省錢 水手關單拔插頭 行政面環境保護鼠關心靈 狂賀 全東投顧 翁分析師 三養坊 橫撈13根掌停 再兩根掌停 單骨鎖單 端起體驗 來電 立體升等 名額有限 速下專線02 2752 5868 2752 5868 值得突負 02 2752 5868 奇怪 問一下要吃 我都不會要洗 看來 洗不完 錢就像在放水了 補充給它口供流失 擲了 拍攝 補充給你